OK的医疹团从5月19开始 在贝拉的皮卡村、拉美高村以及贝拉市 还有今天我们在马普托慈吉的家 总共进行四场的医疹 那我们其实服务了许多乡亲 这一次医疹团呢 我们的医疗团队总共分成五大科别 有内科、外科、然后中医、牙科以及副科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哪一个科别最热门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知道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们要看在哪一个地区 比如说像在提卡村、拉美高 这种医疗极度缺乏的地区 由于乡亲他们其实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很正确的去描述自己的症状 所以很多的乡亲就挂那科 于是那科就大爆炸 那我们今天的现场 很惊讶的是 我们来看看这是哪一科 原来这是中医科 那为什么中医科这么热门 你知道吗 原来中医科今天会这么热门的原因 我们想 其实因为今天在马普托慈寂的家 我们今天开放的来挂号的会众 以我们长期关怀的感恩户 以及我们的本土志工为主 那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都是长辈 那长辈就有很多酸痛疼痛等等的问题 那在这时候 中医的针灸治疗 其实就发挥了很大的效果 许多的病患长者 他们都在接受针灸治疗过后 就是症状立刻的缓解 然后也透过这一次的疫诊 让大家都可以见证到中医的神奇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看 现场针灸的状况 你看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这些都是长辈级的 像这个阿嬷 她的手 就其实插了六七八九根的针灸 feel good good 那这个阿嬷也是 手啊 然后还有头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团队来的 这是年轻的乔乔 她一直今天也都在这边帮忙拔针 很细心 然后这一位阿嬷也是头顶插满了针 我相信这应该都是他们首次去尝试针灸 也没想到原来中医在这个地方可以这么受欢迎 然后大家都这么愿意尝试 OK